大家的大学生活怎么样 跟自己想象中的一样吗 室友都好相处不 偷睡怎么样 老师开了吗 课多吗 太好吃吗 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小姑娘 像一个老妈子一样 天天操心里面 好了 玩归玩闹归闹 别跟你博姐开玩笑哈 之前 那你们刚开学的时候 就跟你们说 会给你们吹心 大学怎么样提升自己 有什么正可以考的视频 是 你也知道最近的广子比较多 大家也很感谢姐妹们 在评论里给我暖广子 给窝女士撑场子 感觉你们懂的啦 有的人要觉得 没人管 课也不多 哎呦 我可以开心 我自己了 课嘛瞧瞧 就要我们睡一睡 大学四年一过 哎呀我好像小姨没学会 所以这一季我们的视频 主要会从大学可以考的证来说 哎呀这一个打工认的圈 听一遍我还要使用 具体我就想到啥说啥 我怕忘记 还整理了一份稿子出来 我真的太用心了 其实因为年纪大了 我感觉会忘记 我很害怕自己漏说了什么 首先是英语相关页的证书 咳咳咳 挺好啊 每年的6月和12月 都可以考4级跟6级 口语证书的话 是每年的5月和11月 如果你是英语专业的姐妹 大二的三月份 就可以准备开始考专四了 大四的时候可以考专八 如果你想考脱服啊 雅色啊 GIE啊 GMAT啊 每个月都会有很多机会 我是建议每一个同学 都在大学的时候 早一点把16级考完 我是在大二的时候 考完6级 那个时候你的英语 刚好高中毕业 然后大学刚进去 就是你的英语学习 非常饱和状态 我是裸考去考的 就过了我自己都莫名喜欢过 但是我觉得让我大三大四的时候 再去考起不定 真的过不了 而且毕业以后好一点的单位 它在dropping的时候 都会比较看重这个 然后计算机的话 是每年的12月 到第2年的2月开始报名 后半年的话 是6月到7月报名 如果你毕业以后 想考公务员 它是门槛之一 不过这个很简单 大家不用担心 那财快类的呢 国内有两种比较普遍 一个是CPA 也就是注册会计师 它是中国唯一一个认可的 注册会计师的资质 还有一个CFA注册金融分析 这个就比较高级了 全球认证的 姐妹们都知道 我就是财快专业的 所以我会收到一些私信 问我相关的问题 有之前就有人问过我说 注册会计师跟初级会计师 有什么区别 首先初级会计师是职称 注册会计师是职业资格 你考什么初级会计 中级会计 高级会计 你都首先要取得 会计从业资格证 也就是大家说的会计证 从而你才可以考 初级 中级 高级会计 而且它是不限专业的 那注册会计师 每年8月跟11月就可以考 CFA一般是每年的6月和12月 接着教师资格证 这个证哦 撇开别的不说 我觉得它真的是还蛮好的 你们出去旅游景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证 有非常多的优惠政策 如果你将来不想去学校当老师 你有了这个证 也可以去教育机构当老师 每年的3月跟11月是比试 5月跟12月是面试 因为这里面有想当老师姐妹 可以去看一看 还有如果你要考教师资格证的话 你要先考普通话证数 这个时间各个学校不太一样 你们就看自己学校里面通知就行 接下来是人币资源管理师三级证 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对吧 但是现在这个证还蛮气象的 据我所知考的人还比较少 考试难度也一般 主要就是刷刷提议 贝贝提议 你只要用中了一定就能考过 同时对专业也没有什么要求 上面和大家说的几个证 要么就是你必须要考的 要么就是含金量比较高的 还有一些证 比如说资产评估师资格证 每年5 6月报名 9月考试 证券从业资格考试 每年可以考6次 分别是3 5 6 7 8 11月 初级银行资格证 每年6月跟10月考试 一般考前三个月开始报名 这次我就不具体和大家说 因为它的专业性要求比较强 如果感兴趣 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多搜一搜 你以为这样的结束呢 我是这种人吗 除了上面说要考的证 还有一些学校颁发证书也很重要 比如说奖学金证书 优秀学生干部 学校参赛获奖证书 这些在你刚毕业找工作的时候 是非常加分的 也不是说它能起到一个决定作用 但是很多HR它会比较看重一点 比如说你是学生会的部长 主席 那他就会觉得 你是不是组织能力 沟通能力 领导能力都还不错 各方面就还OK的样子 被你的印象分一下子上来了 那作为一个过来的学姐 我很希望各位兄弟姐妹 对自己未来人生 可以有一个早期的规划 不是说你要具体的 这个月怎么样 今年怎么样 但是起码你要自己有大概的方向 比如说你想当老师 那么尽早去考钥匙责证 比如说你想之后出国留学 那么早一点准备考托福 不然的机会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看着手帮脚轮 最后什么都没成 还想和大家说一点 有些人可能高考失利了 没有考上自己心理的学校 或者因为分数限卡的比较低 你分配了专业 不是你自己想去的专业 这个真的没有关系的 你不喜欢这个专业 之后是可以转专业的 而且你还可以学第二专业 你不喜欢这个学校 你之后可以努努力考研 考到你喜欢的学校 但是如果你现在放弃 那可真的什么都没有 真的希望大家可以 把大学生活好好地利用起来 少在宿舍宅宅一点 少在床上躺一点 多出去实践时间实习实习 小公司长美式 大公司长电视 千万不要自卑 要且会发现自己的优点 我又裸里巴缩了一大堆 但是我是真心希望 我自己可以帮到你们了 看那么一点点 最后祝福大家都可以 用一个美好的人生 太官方了 爱你们 你们了没有 点赞了没有